哈囉大家好我是Kathryn 我們今天要來開始玩我們的魔法世界系列 太開心了 謝謝EA提供這次的資料片讓我們可以嘗試先玩 那我們這次要來玩的人物是我們的哈利波特 中間這一位 還有妙麗 還有我們的榮恩 我們的目標是把他們三個 把他們三劍克變成最厲害的法師 變成最強大的巫師 我一直都非常期待這次的資料片啊 所以現在真的可以玩到感覺好開心 那也希望你們喜歡這個系列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鼓勵 那我們就馬上來開始吧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三個主角的個性好了 我們先來看哈利波特 那對了關於我們的哈利波特還有妙麗 我之前有出那個念人影片 有興趣的話我會把連結放到右上角喔 那他們三位都是青少年 因為我想說從青少年開始玩起可能會更有趣 那我們哈利波特的個性 他的個性第一個他是善良的喔 然後他有點偏執有點焦慮 他感覺周圍危機四伏 因為這個個性我好像以前沒有用過耶 就想說現在用一下 那這個個性感覺蠻適合他的 他是有危機意識的人 應該吧 那他的五大價值觀已經有一些變化了 這個還蠻嫌棄喔 我都還沒有玩過他就有變化了 這個是青少年的五大價值觀嘛 他的禮貌 責任感 紛爭處理能力 他的同理心 還有他的情緒管理能力 所以看來哈利波特他是 情緒管理能力還蠻好的 也蠻有同理心 那他的夢想 他的期望 是希望成為一個超級強大的法師 希望成為最厲害的巫師 所以我們會努力去完成他的期望 那我們再來看我們妙麗的個性 妙麗的個性 第一個他是完美主義者 他喜歡追求完美 然後再來第二個 他喜歡看書 他是一個書蟲 然後他喜歡收集東西 他也學習得非常的快速 那他的五大價值觀 目前還是責任感比較強烈 這個我覺得真的還蠻準的啊 真的很神奇啊 我都還沒有玩過耶 然後妙麗 他的夢想 他的抱負 是希望成為魔藥大師 煉金術大師 希望成為一個 很會做各種藥水的法師 然後我們再來看榮恩 榮恩的話 他的個性 第一個是比較傻裡傻氣的 他是個goofball 然後他有點孩子氣 然後他喜歡動物 然後我們再來看他的五大價值觀 奇怪榮恩的五大價值觀 怎麼都是紅色的 他的責任感比較差一點 每個都是紅色的 對啊 蠻好玩的 蠻有趣 那他的期望 他的報復 他的夢想 是希望成為一個很厲害的邏輯大師 因為我記得榮恩 他好像很會下棋嘛 很會下那個巫師棋 是嗎 所以我感覺他還蠻適合走這個類別的夢想 那這個是他們住的房子 我讓他們住在新的地圖 Glimmerbrook 這個地圖就很超美的 很有那種森林 很幽靜的感覺 那我幫他們蓋了這個新的房子 是一間帶有魔法奇幻風格 融合一點童話風的房子 那我之後會出這個房子的蓋放影片 我們到時候在一起更詳細的看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啊其實超大的 雖然說他的空地有點少 老實說空地不是很多 可是他整個地圖的一個景觀 是還蠻大的 像我們看到的 我們住在這裡 然後旁邊 旁邊就是那個大瀑布 這邊走過來之後 就是我們的魔法 傳授門大瀑布 這個瀑布超美的啊 這很超喜歡的 如果說冬天下雪的時候 一定超級美的 真的是非常的壯麗啊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啊 在瀑布的旁邊 有一些看起來很魔法風格的 小蘑菇啊 然後什麼粉色的樹木啊 有沒有 越接近這個傳授門 越有那種魔法奇幻的感覺 然後這個傳授門發出奇怪的聲音 然後一直有人從裡面走出來 超神奇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哦 我們稍微逛一下這個地圖 快速看一下 我們住的是這裡 這個地圖的大小是30x20嘛 然後我們再往左邊看 這邊還有一戶 就在我們家旁邊 這一戶 這一戶是比較大的 比較那種 有那種魔法師傳統協同家庭住的地方 是這裡 然後再往旁邊 還有多房子 這裡也有一戶 然後我們再往旁邊走 就是我們整個這個森林公園的入口處 因為之前我們有提到嘛 這個地圖它是一個 原本是一個森林公園 然後來廢棄之後 悲群巫師 轉變成他們隱秘的家 哇有車子經過了 車子 好想要車子 好這裡是這個地圖的入口處 這裡有個酒吧 這酒吧還蠻酷的 我們之後可以來逛一下 可是我現在啊 想要先衝去魔法傳授門 到魔法世界 那對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地圖的一個大小好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們這個地圖長這個樣子 總共五個空地 其實五個空地 我覺得有點少 如果說多一點就好了 可是也還算足夠 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一點是 每個空地都不是說很大 都是大概30x20吧 還是30x40 所以沒有說很大 如果說每個空地稍微大一點就好了 就有更多的建造空間 好那我們回到我們的地圖 我們就去我們的魔法世界吧 準備來成為法師 那對了 他們三個可能是剛好搬到這裡 準備要一起去魔法學校求學 他們也是剛認識 所以他們之間也還沒有任何的 友好關係啊 都是室友的關係 有沒有 都是剛開始認識 點頭之招 好吧 那我們的哈利 妙麗跟榮恩的冒險 就要開始啦 那我們就走吧 我們先去旁邊的傳授門 一起有人走出來啊 這誰 你是法師嗎 好我們過去吧 我們到傳授門走過去 來這裡 一起走過去 三個一起去 我們要加入哪個學院啊 因為剛好我們有三個角色嘛 所以可以都加入不同的 他們兩個不走嗎 不想一起過去嗎 怎麼只有榮恩跑過去 榮恩非常期待啊 好他們也過來了 太好了 那我們就一起進去吧 來來一起去 三個人一起去 要過去了嗎 妙麗先去了 這個走路方式真的是好可愛 哇 通過這個魔法傳授門 不見了 他說這個邪密的漩渦 似乎通往一個 不存在於我們世界的空間啊 你確定你要前往嗎 你有膽前往嗎 當然啦 我不當然要去 哇 那我們到這裡了 這地圖真的好美喔 然後馬上看到有一個人在那邊 飛行耶 大家有看到嗎 他用他的魔法掃把飛行 太酷了 我們等一下也要去尋找魔法掃把 好我們先看一下吧 哇 這個地圖真的超級漂亮的 真的好驚艷喔 雖然說不是第一次看到 可是還是非常驚艷啊 真的好酷 然後流星雨耶 好美喔 還有月亮 這個月亮有一個很神奇的光暈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吧 我們要拜誰為師呢 那我知道 你們很多人應該跟我一樣 對那個金髮導師非常感興趣 所以我們讓我們的妙麗 拜入他的門下好了 有一個法師喔 飛走了 超快的 飛過來這裡 這麼短的距離也要飛 這麼浮誇 好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們來尋找一下那個金髮導師在不在 通常導師應該就是在這裡啦 都在這附近 就是閒晃 所以我們要稍微找一下 我們找到了其中一個導師 他是惡作劇導師嘛 如果沒記錯的話 對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 Faba 他是 他是惡作劇導師 他是Faba 是嗎 拜他門下就會中樂透嗎 就會發了 這個好像不錯啊 好我們看一下喔 那位金髮帥哥 喔來來了 在這裡 他今天長得蠻帥的啊 這是什麼 這是他學生嗎 可能是 好那我們讓我們妙麗 拜入他的門下好了 他叫做 Morgan 摩根 雖然說其實他是狂野學院的導師 我感覺妙麗其實應該會想加入物食學院的 因為我們知道魔法有分四種嘛 有煉金術 然後 狂野 物食 還有 還有個什麼惡作劇 可是因為啊 他長得蠻帥的 所以讓我妙麗去加入他好了 好我們先跟他來個友善自我介紹 來吧來吧 不要走帥哥 我不行不能這樣稱呼老師不禮貌 先生 老師 我想加入的門下 你願意教我魔法嗎 我們馬上來了 我們直接詢問他要如何使用魔法 看他會怎麼回應呢 我剛通過那個傳秀門 到這裡 你可以教我嗎 哇 他是那個法術 Morgan說學習魔法是一個很美好 但也危險的旅程啊 你確定準備好成為一個法師了嗎 當然啦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選這個 I was born ready 我初心都準備好了 來吧 I was born ready I was born ready 怎麼樣 他幫我們試了特殊的法術 他說他幫我們試了一個特殊的法術 我們這個法術可以看到一個特殊的魔法塵埃 然後他叫我們收集幾個塵埃 他叫我們收集七個魔法塵埃 然後拿回來給他 好吧 看一下我們的特殊法術有八個小時耶 所以其實還蠻久的 我們讓他們全部人都拜師之後再一併找好了 我們是不是讓其他人也拜師喔 這位什麼 他是物實魔法耶 好吧 那我們的哈利波特拜他為師 來吧 跟他來個友善自我介紹 那我們現在應該都知道啦 我們榮恩當然是拜入惡作劇學院啦 剛剛那個老師在地下室對不對 那個發吧 發吧 我等一下去買樂透 好我們剛來個友善自我介紹 我等一下我們看錯了哈利波特在打他老師嗎 雖然說是個惡作劇 可是這個覺得太囂張了吧 上學第一天打老師 好不良示範啊 大家不要學 哇哈利波特又在電擊老師 太好笑了吧 哈利 看不出來你玩心這麼重啊 看你才是孩子氣那個 好那來吧 我們也讓他來 我詢問這個老師如何使用魔法 我們先讓他們都 拜師學矣 先開始他們的法師旅程 我們的哈利說老師 教我魔法吧 不好意思我剛剛打了你 我不是故意的 好他為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當然準備好了 要不然幹嘛問你 哇對我們是一個魔法 好太棒了 好換我們榮恩吧 那我們榮恩一樣 跟老師請求學習魔法 這個老師的妝容好美喔 好他為我們準備好了嗎 當然啦 我們當然準備好了 哇對我們施個法 榮恩的眼睛 冒出藍藍的光 好那來吧 我們開始尋找我們的魔法圍塵囉 要尋找七個 是這個嗎 對呀這個東西 就是他們很明顯的 我們讓他們都來找一下 我們有三個法師 都尋找一下 剛剛妙麗在幹嘛 剛剛妙麗在看書 不愧是書蟲 好現在來收集我們的魔法塵 哇等一下這邊有兩個人在決鬥耶 對不對 他們兩個在決鬥吧 真的耶 哇 超酷的 哇這個人輸了 戴著頭巾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 戴著頭巾是不是有一個 之前哈利波特裡面有個人物是戴頭巾的 我忘了他的名字了 好像是第一集沒有出現的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一個老師 然後後來發現好像佛蒂摩在他的頭的後面是嗎 好來吧來收集一下 我們看一下他怎麼收集的 哦直接拿起來 我以為會有特殊動畫 哇這也給釣魚耶太酷了吧 會釣出什麼特殊的魚嗎 不知道耶 哪裡還有魔法圍塵 這個樓梯超美的 我剛才找那個魔法圍塵找到這裡 這個樓梯好美哦 超漂亮 好幾個了 我們那裡有幾個 妙麗兩顆 這個也收集一下吧 然後哈利波特來收集這個 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耶 大家叫妙麗就叫妙麗 不會叫他的姓氏 可是大家叫哈利波特的時候 都會說哈利波特 都會說他的全名 蠻有趣的啊 哇魔法圍塵快沒有了 因為我同時玩三個人嘛 所以我只要尋找21個圍塵 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我發現這裡有水晶耶 在這裡 因為好像聽說水晶也是製作藥水 煉金術的材料 所以我們可能有時間時候可以收集一下 來妙麗來收集一下這個水晶好了 好我們的妙麗先收集完畢 我們去尋找導師吧 導師帥哥 或不是Morgan在哪裡 好找到他了他在這裡 我們來教我們的魔法圍塵 我們收集完畢了 怎麼樣我們要變成法師了嗎 哇 哇特殊的施法 哇我們變成法師了嗎 真的耶 哇太棒了 他說妙麗現在是個spellcaster 請為法師啦 我們現在擁有我們的魔法書耶 太酷了 這界面是超級酷的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喔 他這裡列舉了四大魔法 第一個這個是物實的 有九種魔法 第二個惡作劇的 有七種魔法 然後這個是untamed 就是狂野 他有八種魔法 最後這個alchemy煉金術有十五種 我們稍微翻一下 這邊有書籤耶 可以直接跳到某個特定種類 超有趣的喔 這書籍的界面真的是非常好玩 物實有什麼 物實有什麼 reparial 疑似修理東西嗎 所以以後我們施法說要把這個 施法的 咒語大字唸出來嗎 是這樣嗎 太好笑了吧 什麼 copy pasto 太好笑了吧 複製貼上 是複製東西嗎 應該是 噢 惡作劇類別 我想要選這個 這個morpheate 就是變形術 這個一定超好玩的 我想要培養一群 邪惡地精軍團 把每個人都變成邪惡地精 然後關於這個狂野魔法 untamed 他都是感覺比較 很多元素魔法耶 像這個是 就是火嘛 火咒語 還有雷電咒語 然後這個necricore 它是 召喚鬼魂嗎 召喚樹 缺略有去召喚冰雪嗎 感覺是 對啊 這個 這個是 複製人對不對 我們之前的預告片裡 看到我們的法術有一個 是可以 把人複製給人耶 超酷的喔 然後還有 最後的煉金術 有不同的煉金術 這個煉金術有什麼 有這個是 補充需求值的嗎 還有這個 可以魅惑人的藥水耶 這個太有趣了吧 喔還有這個 回春藥水 是返老還童嗎 好吧 那我們要怎麼學習法術 我們好像可以叫導師招 或者是 從書架裡面 尋找特殊的魔法書 起來學習 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可以叫他招文嗎 我們點擊這個魔法選單 有喔 這裡有這個 我們可以叫他招文狂野魔法耶 好來試一下好了 不知道他招文 妙麗什麼樣的魔法 希望可以學到那個複製人的 那個真的超酷的喔 好像是隨機招嗎 不知道喔 還是說要達到特定的 特定的那個等級 才會有特定的魔法 因為我們現在 有這個 法師有這個介面嘛 有技能數概念 我們慢慢的累積 經由施法啊 或什麼什麼的 累積經驗值 我們就會拿到 技能點數 這個點級 可是現在我們還沒有 所以還無法點任何東西 所以等於法師有兩種系統 一個是技能數的系統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 魔法系統 喔不行耶 他說我不能教你啊 我還不夠認識你 我要看一下你能不能夠 值得我的魔法 好吧 所以我們跟他培養的關係 他才教我們呢 好啦算了 那我們妙麗去 從這個裡面尋找魔法書 來吧 去尋找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哈利波他在幹嘛 他在睡覺 他很累嗎 對了我突然想到 我們還沒有逛過這個學院呢 這個魔法總部 魔法學院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這個魔法學院 我們的外觀長這個樣子 剛好是萬聖節 所以我佈置這個萬聖節的裝飾 然後我們往下看一樓 一樓的話進來 這裡有個大廳 然後旁邊 往左邊走 是通往地下室嗎 剛看過了這個地下室 然後往上 這是什麼 喔這有廚房耶 所以可以在這裡煮東西吃嗎 應該是 我們哈利波他在吃什麼 再吃燒烤起司 然後再往後面 這裡是 藥水師嗎 有個大魔鍋 煉金樹 然後旁邊這裡 喔這也是煉金樹的 都有大魔鍋 然後再往旁邊 喔這也是耶 這麼多煉金樹 等一下你有在教別人魔法嗎 沒有 我想說不是吧 你願意教別人不願意教我們 然後我們走到樓上 樓上有個空中花園 這個花園還蠻美的 這裡也有一個魔鍋耶 這個像魔鍋對吧 然後這是什麼 這是戶外的陣法嗎 好像擺陣的感覺 這個呢 喔這是燈 我以為這是時鐘 所以二樓感覺主要就是那個戶外花園 對 怎麼樣茅莉找到了嗎 我們的茅莉好像找到了 找到了一本書籍耶是嗎 對他找到了一本 這個是給第一等級的法師讀的書 好那我們讓茅莉來讀一下這本魔法書籍 看得學到什麼新的法書好了 好去讀一下吧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哈利波特 他收集完他的塵埃了 我們來尋找我們的導師 喔結果榮恩變成法師了 好太好了 沒想到我們的哈利波特是最後一個變成法師的 奇怪他導師去哪兒了 那位綠色衣服的 喔在這裡 老師我們收集完畢了 我們現在值得成為法師了嗎 哇有了 對我們施法然後飛起來 這動畫特效是很超酷的耶 超級喜歡 好太好了我們哈利波特變成法師啦 來吧我們來尋找書籍 我想讓他們今天至少每個人都學到新的法術 但願啦但願可以 哇等一下我突然發現一個很好玩的事情耶 妙麗有黑眼圈耶 太好笑了吧 因為他說他太久沒有睡覺的黑眼圈 好像是因為我裝了一個情緒模組吧 應該是 超好笑的 然後我們剛剛升級了嗎 我們好像變成了 我看一下 喔對喔我們升級了耶 我們從學徒變成下一個階段了 我們從學徒變成新手 太好了我們要點擊什麼 我們一開始有這些可以選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當我們在魔法世界收成魔法材料的時候 會獲得更多東西 然後這個是當我們在進行實驗跟練習的時候 我們會獲得更多經驗值 然後比較少失敗 經驗值指的是這一條吧 就是我們升級這一條 然後這個是知識就是力量 我們在用電腦研究還有讀書的時候 會比較快速 那這些行為也會提供魔法經驗值 那中間這一條是跟藥水有關的 煉金術有關 這個是我們製作藥水的速度 會大幅度提升 然後最後是一個呢 喔這個是我們可以discharge 就是我們可以清空我們的能量槽 因為我們現在有這個能量槽嘛 這裡當我們在施法的時候會累積能量槽 那如果說短時間內能量槽累積太高的話 就有可能走火入魔 不過我們能量槽累積越高 我們的法術也可能越長大 所以是兩面刃啦 有好處有壞處 好貓點哪個啊 感覺每個都還不錯啊 要走哪個路線 因為我們的妙麗想要走的是 煉金術大師的路線嗎 所以我感覺他應該要走中間這一條吧 所以我幫他選這個 這個是我們製作藥水的時候速度會大幅提升 好來吧 這這邊是很超酷的 超級酷 哇等一下我們哈利波特找到一本魔法書囉 而且是法術的 喔這個法術是操控情緒的法術啊 他說這個法術可以讓被施法者心靈充滿了憂傷 讓人家心情變得很難過很傷心的法術嗎 感覺可以學一下啊應該還蠻好玩的 來讀一下吧 我教你很累 忍耐一下 他也有黑眼圈了嗎 太久沒睡覺 真的 太好笑了吧 來吧趕快讀 然後旁邊人我已經開始睡覺 不要睡啊快起來 我不是有叫你找書籍嗎 然後旁邊有人在這邊練魔藥耶 在練這個藥水 好酷喔 那個湯汁是漂浮的嗎 然後這個人好像是我們鄰居耶 他好像是那個擁有純正魔法學童家庭的人 如果沒記錯他應該是 喔冬天了耶 今天冬天太好了 哇等一下我們榮威拿到的書籍耶 這個是可以讓被施法者找火的法術耶 所以是五行裡面的火術嗎 太酷了吧 可是他心情好難過喔 為什麼 可能太久沒有玩了 心情不好 哇他還交朋友耶 有人可能想說 嘿同學 我今天剛來到這裡 你是學什麼法術的 你是什麼學院的 跟你說一下 我是惡作曲學院 雖然說剛剛他找到的是 狂野學院的法術嘛 其實啊他並沒有明確的學院分別啦 就是你任何的學院 不管你敗血為師 你都可以學習任何種魔法 所以沒有什麼影響的 哇然後妙麗剛主動跑來找哈利波特講話耶 看他們兩個相處還不錯啊 好那我們的哈利波特的書還沒有看完 我想讓他學習新的法術嗎 好他成功學到新的法術了 這個Desparel 可以讓人變成很相信絕望的法術 感覺好悲慘啊 我們馬上來試一下好了 喔這個是惡作曲的法術耶 我們讓血變得很難過 變得很相信 我們對老師 對老師施法 這個老師一定很後悔啊 很後悔說我們哈利波特 圍儲 太有笑了 第一次見面要打老師 然後呢 馬上對老師練習魔法 我們對老師施一個 讓他很難過的魔法 我們失敗了耶天啊 哼 很想說天啊我怎麼失敗了 好沒有關係第一次 第一次失敗很正常啊 對了他穿衣服都是這些資料片的喔 我覺得這次衣服都超好看的 除了圍巾啦圍巾不是 衣服跟褲子都是 要不然我們來練一下做藥水 我們讓妙麗來這裡練習實驗藥水 看可以做出什麼樣的藥水呢 然後啊現在心情非常難過 因為剛剛施法失敗 好啦沒有關係不用難過 我們來試一下練金術 看可以做出什麼東西呢 我們現在來做實驗 我加了什麼 加了胡椒 然後加點樹微草 超大湯匙 我們還要用手來搖啊 剛剛看等級比較高的人 都可以直接隔空 用湯匙嗎 我們還不行 我的法術沒有那麼高 可以來幫忙嗎 可以加入嗎一起 喔可以耶 可以一起做藥水耶 太酷了吧 我們可以讓榮跟你加入嗎 三個人一起 可是他在研究那個魔法書籍耶 就讓他研究好了 好我們的榮跟成功學習到了火的法術喔 太好了 我們對老師施法一下 這個老師好可憐啊 還要跟他自我介紹喔 不能直接施法嗎 不能偷偷施法嗎 哇妙麗還要往下加一下火 真的耶 往下弄一下看火候夠不夠 我們讓我們榮跟來對老師來一個 火焰 老師 哇 我老師著火了嗎 真的耶 太好笑了吧 不過這個火好短暫喔 才三秒而已 可能是我的法術還不夠高生 不過這真的蠻好笑的啊 再來一次 拜託老師不要討厭我們 我們只是練習法術喔 我們是勤勉的好學生 再來一次 怎麼樣著火了嗎 哇有耶 這是蠻好笑的啊 哇等一下旁邊的人看到他嚇一跳 哎好有Coco耶 他說你是誰新來的嗎 不可以對老師這個樣子知道嗎 哇你穿的有個有型的 超級龐克風啊 好那這樣子好了 我讓他們去那個商店街買點道具 買點魔法道具 我們去買一些魔杖啊 然後召喚秀 還有那個飛天掃吧 我們去買一下吧 來吧走吧 不要睡覺了 哈利波特 你為什麼一直累 喔對不用 不用讀許畫面我忘記了 直接過去就好啦 然後現在這裡是白天 白天天空也好美喔 帶點粉色跟藍色 喔這是什麼 這是月球嗎 這超酷的 喔對還有那個溫室 我們等一下要去看一下那個溫室 可是我們先去商店街買東西 我想來買一些可愛的召喚秀 我們從哪裡過去 從這裡 對去吧 我們讓哈利波特過去 這裡的白天真的好酷喔 非常的喜歡風格 而且好像影響有點陽光了 算說不是很明顯啦 這裡的日夜變化跟外面差好多 我過來囉一瞬間 對啊真的啊 白天時會有這個漂浮的斷橋 晚上好像沒有了 應該是吧 我有點忘了 等一下晚上來看一下 我們到這裡了 我們要買什麼 白天這人好少喔 這些人可能都是夜毛子 我們先來買 這個是魔杖嗎 對 我們先來買魔杖 嘿帥哥 你看起來好閒喔 我們先來殺假吧 嘿帥哥 我要買東西給我殺假一下好嗎 怎麼樣給我們殺嗎 哇給我們耶 他說他給我們七五折耶 太好了 不愧是哈利波特 其實啊 這種魔法世界的人物 不是應該都會知道他嗎 之前看電影的時候不是這樣演的嗎 他走到哪裡大家都說 哇 我終於見到你了 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要買什麼 打七五折 他商店賣的東西是每搜隨機的 都不太一樣 我們買這個好了 這個大禮食魔杖 感覺超酷的 只有17塊有點貴 不過幸好我們有點錢 喔這有賣書籍耶 有賣一些魔法書耶 有賣這個回春藥水的書籍 還有賣這個 去除詛咒的魔法的書籍耶 跟這個 這個是 永恆啊 製作獲得永生的藥水的書籍 這個好貴喔 要買一下嗎 感覺他賣的這些書籍都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如果說你被詛咒 然後很嚴重回不來的時候 就跟來這裡買這個書 然後練一下 然後現在他們有賣三種召喚獸 有這個 小仙子的召喚獸 還有這個 發光青蛙的召喚獸 還有貓頭鷹耶 這個也太酷了吧 我們買個貓頭鷹好了 感覺這個超級適合哈利波特 欸等一下他沒有賣掃把嗎 掃把可能是另外一家 好我們先買這兩個 有人過來囉 你是其他的法師嗎 應該是喔 他穿著感覺超魔法的 好我們先來試一下我們的召喚獸 感覺超級可愛喔 來過來過來 過來這裡 我們到一個 燈光好地方 過來這裡 有人給他講話囉 這個巫師 這個法師說 哇等一下 你就是點點大名的喔 哈利波特嗎 我聽過你 好不要講話了 我們哈利波特很忙的 那對了 關於這個魔杖啊 施法的時候不一定需要魔杖 我們可以選擇要魔杖 或是不用魔杖都可以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用魔杖施法的話 我們可以點擊這個魔杖 然後選擇 永遠使用魔杖 還可以把他設定為 就是我們最喜愛的魔杖 因為我們到時候可能會有很多個魔杖嘛 然後他就自動選擇 我們當下要用哪一把 那召喚獸的話 一開始是在這個水晶球裡 我們要把他召喚出來嗎 來囉 我可以取名字耶 要不要取什麼名字啊 那哈利波特的貓頭鷹的名字 好像叫做 Hedwig是嗎 所以我幫我取這個名字吧 看一下 有出來了嗎 在哪裡 不要再玩手機啦 手機兒童 快點 我們點擊我們的人物 有一個這個魔法的選單 然後這裡有個召喚獸分類 我們來召喚吧 來吧 Hedwig 這一隻 這圖示好可愛喔 看一下 哇 挖場這個樣子啊 可惜不是白色的 不過很可愛啊 紫色的貓頭鷹 我怎麼了 又有人來搭訕我們的哈利波特 我們很忙的 一秒鐘幾十萬上下 他長得也蠻帥的 好這不是重點 貓頭鷹真的蠻可愛 我們可以跟我們召喚獸互動嗎 可以點他嗎 呃 我們點他只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叫他 離開 然後另外一個是幫他重新命名耶 我們跟召喚獸沒有更多互動嗎 那召喚獸啊 的具體功能好像是可以防止小人死亡吧 因為他們說法師有很多危險 法師可能遇到各樣的危險 所以這召喚獸可以防止我們人物遇到危險 可是我希望可以有更多互動耶 如果只是裝飾用途有點可惜喔 不能跟他就是玩一下嗎 拍拍他之類的 當寵物來養 雖然說看他跟著走也是蠻可愛的啦 可是真的有點可惜耶 竟然沒有更多互動 不能跟他講話嗎 我想跟他講話 連講話也不行喔 真的有點可惜 好吧 那我們來買我們的笑吧 我們來沙架一下 來試一下你們的沙架呢 帶著我們的新宠物 我們的小貓頭鷹 真的很可愛耶 而且他會發那個 那個亮粉 有沒有 超可愛的 黑帥哥2號 我們是哈利波特 雖然有點髒 可是你看得出來吧 哇 還給我們打七五折耶 天啊 我們哈利波特果然厲害 後來幫我們看一下賣什麼樣的魔杖呢 有什麼 喔他還賣水晶耶 因為水晶是那個煉金術材料嘛 他目前就賣兩個 一個是掃把 一個是拖把 怎麼那麼好笑 哇掃把這麼貴啊 掃把還兩百多塊啊 好我們買個拖把好了 神器院的拖把 就是兩用拖把 可以飛還可以拖地 多方便 完全融入你的日常生活 好我們買這個吧 37塊而已 我們試一下 我們用我們的飛天拖把 在這裡 真的太好笑了 我們選擇永遠使用拖把 我們要哪裡啊 我們先飛過來這裡 這裡 喔對這個商店的後面超酷的 家具是漂浮的 真的超酷 不過如果我們可以過來就好囉 可惜只是觀賞用途 好我們試一下喔 我們透過門掃把 飛來這裡 喔還不能飛來這裡耶 是因為不夠遠嗎 還是我們直接飛去那個溫室 我們直接飛去這個地方好了 我們試一下喔 我們直接飛過來這裡喔 飛過來這裡 會是什麼樣子 觀察一下 我們要飛囉 坐下我們的飛天拖把 等一下我們掉下來了 我剛剛沒有看清楚 我們剛剛掉下來了對不對 沒有飛成功啊 然後瞬間移動過來 所以感覺啊 他的 喔我們升級了耶 我們剛剛變成了那個什麼 變成了 新手法師 所以感覺他的那個 飛天拖把功能 類似於 吸血鬼的蝙蝠功能呢 就是傳送功能了 我們不能實際看到他在 飛行的那個途中的過程 這一點也是比較可惜啊 因為原本聽到這個 飛天拖把的 飛行功能的時候 他們說這個是造通工具嘛 所以原本我以為 他的功能會類似於 島嶼生活的那個小船 島嶼生活的那個獨木舟 是可以看到他滑行過程嗎 真的是造通工具啊 我們完全可以跟著小人去走的 還有那個水上摩托車也是啊 我們可以讓小人真的是 從這裡到那裡 慢慢的移動 看他移動過程 可是他這個飛天拖把 他的飛行功能 類似於吸血鬼的傳送功能 我們看不到過程 只能看到他飛踩的瞬間 還有到達的瞬間 這一點真的比較可惜一點 不過也是蠻好玩的啦 那個動畫是蠻有趣 好這裡有什麼 這裡有 這個是櫻桃樹 可是他現在 還沒長大嗎 然後我們看一下 哇 瀑布耶 這瀑布好美喔 哇文師耶 可以進來嗎 可以耶 等一下 太酷了吧 我們可以進來對不對 應該不是只有觀賞用途吧 應該不是只有觀賞用途吧 裡面弄得這麼逼真 對啊 這看起來是可以進來的喔 有植物可以修成 可是目前我們好像還不能進去 是要什麼特殊的活動 特殊任務才能進去嗎 這個植物應該不是只是擺著嘲諷我們吧 我們應該可以進去吧 可能要某種的特殊的原油才能進去吧 我猜測 但願了 如果只是看不能進去也太可惜了吧 超美的喔 晚上看這個星星也好漂亮喔 然後月亮要出爛囉 好那我們再用我們的掃把飛去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還有一個島嶼沒有看過 就是有一座可以決鬥的島嶼 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是格鬥島 競技場的概念 我們飛過來這裡 我們再來看一次我們的哈利波特飛行 來吧來飛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欸 但願會 我們要飛過去了嗎 旁邊還有小鞋經過欸 我們坐上我們的飛天拖把 哇 我後面還有泡泡 我們飛天拖把像有泡泡欸 我們這次成功到達了 還太好了 好吧那我們這次玩到這裡 那玩到目前呢 我感覺這次的魔法世界資料片是很耐玩型的 因為我們像你看到啊 這個法術也不是那麼容易學習 我們真的需要花時間去研究 然後去尋找書籍 跟老師培養關係 我們才能夠學到新的魔法 然後再練新的技能 這真的是感覺蠻耐玩的資料片啊 然後這個魔法地圖真的非常漂亮 感覺非常的新奇 因為真的是以往所沒有過的風格 然後原本的那個人類地圖 那個森林也很漂亮嘛 那個森林地圖其實算大 只是它的空地比較少一點 所以這次的魔法資料片 我覺得是很好玩的資料片啊 很多遊玩元素 光是魔法這方面就超多遊玩元素了 不過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召喚獸好像沒有什麼太大功能 只有觀賞用途 這一點比較可惜 然後那個掃把 原本我期待是可以看到飛行的過程 可是我們只能看到它起飛跟降落的瞬間 這一點也是比較可惜的 不過我覺得整體而言 這次的資料片是很好玩的 目前看來它的遊玩元素也是比較豐富 好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繼續囉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的感謝你的支持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 以後訂閱的話記得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